中国大陆电动车品牌比亚迪 新车广告推陈出新 酷炫外形吸引消费者目光 光是从今年几个主要欧洲车展 比亚迪每每占据重要位置 都能看出这个中国品牌 正在快速崛起 摊开全球第三季纯电动车品牌 特斯拉和比亚迪已经评分秋色 分别占了18% 但紧追在后的除了有福斯B&W之外 包含广汽埃安上汽通用50等 很多都是中国的牌子 大陆先前靠补贴扶植自产电动车 成本压低下 中国慢慢成为轿车出口大国 整体汽车出口量几乎和德国车 不相上下 按照目前的趋势 比亚迪第四季销量 还可能超越特斯拉 分析比亚迪除了掌握价格优势外 上下游的整合也是关键 其实我觉得比亚迪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整合能力 它的上下游整合能力以外 它的车款 它是用车海战术 而且它坚持就是包括像电池 因为一台电动车 最贵的其实是电池 然后它还有包括像它的公寓半导体这些 它都坚持是自己来做 以比亚迪海豹新能源车为例当中 75%的零件都有比亚迪自产 总体成本比上海所生产的特斯拉 Model 3还要低15% 好比说像他们的这个Dolphin 还有Auto 3 这些都是低于3万欧元以下 坦白讲我觉得电动车要真的普及 比亚迪之外 中国还有不同品牌的低价电动车 有的只需台币几十万就买得起 这也使得全球电动车的销量 在中国就占了58% 需求量远远超出欧洲和北美国家 其他欧洲汽车品牌 在中国则是逐渐萎缩 比亚迪现在进一步展现在欧洲电动车市场的雄心壮志 日前也正式宣布要在匈牙利建厂成为第一个在欧洲设置大规模生产基地的品牌 今年10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访问中国深圳期间专程前往比亚迪总部参观 他表示匈牙利欢迎中资企业 并有强烈的合作意愿 相比比亚迪的崛起 特斯拉近期在美国仍是乌云照顶 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确定特斯拉驾驶辅助系统不足以防止错误操作后 特斯拉紧急召回200万辆汽车 没想到几天后又有车款碰撞后存在车门解锁打开的风险 特斯拉只好在全美又召回12万辆车 撇出召回车辆的问题 特斯拉该怎么与中国品牌抗衡 先前一度传出特斯拉打算对Model Y大改款 以因应比亚迪的车海战术 不过遭到特斯拉否认 其实特斯拉在价格多数的调整也没有用 因为它没有一个会让人家惊艳的车型 因为它现在除了Model 3 Model Y 然后再加上它的Model S Model X之外 它没有一个新的 那即使Cybertruck出来 它也不是走平价路线 所以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真正的经济规模 中国品牌电动车靠着低价车海战 逐渐动摇欧美汽车大厂地位 尽管欧盟喊出要对中国进口的纯电车 进行反补贴调查 但市场版毒变动早已受到威胁 这些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